是希望能夠比照台北上海的雙城論壇 我們透過我們的邱佩玲副市長來接洽一陣子的時間 那因為過去他有協助過柯文哲市長辦理雙城論壇的豐富經驗 而且還辦了好幾年 所以目前是委託他來做這方面的規劃 我們會借用周末的時間會前往深圳進行訪問 並且會舉行所謂的海洋港口城市論壇 那不只是基隆 我們有其他的直轄市縣市也有派員參加 基隆市長謝果良非常關心基隆的就業環境 將在這個周末前往深圳進行訪問 透過海峽兩岸港口城市論壇交流 除了關心台商還有航運企業的部分 希望來進行招商 為七堵航運總部專區來做更多的準備 我們主要這一趟的目的是希望到對岸去關心台商 所以也有一個航運的企業在深圳有重要分公司 在基隆也有據點的一個重要的航運企業 而且我們想要去關心 所以關心台商也會是我們這一次探訪 跟舉行深圳的海洋港口城市論壇最重要的一個目的之一 目前也有幾個航運的上市公司要跟我們共同前往去探訪 我們目前針對七堵的航運總部專區也是我們招商的重中之中 我們希望透過探訪關心重要航運的台商之後呢 也能夠針對台灣跟台商的重要的航運相關企業 進行我們未來的招商 打算在七堵陽明海運旁建立更多的這個航運企業總部 那我們所要關心的這個台商並不是陽明海運 但是我們是希望能夠爭取更多的航運企業到基隆來設置更多的據點 記者黃正升陳淑萍基隆報導 文章